接著我們來看這個Google雲端一點 有關儲存跟分享的部分 我問一下大家 你現在平常分享檔案的方式 您會怎麼做 用信箱夾帶附件的 應該現在是算一種方法 可是有沒有大小的限制 有大部分應該是20MB內或10MB 就是看每個學校或者管理單位它的設定 所以通常各位應該發現比較大的檔案 現在大家都用什麼方法 雲端硬碟 那重點來 你用雲端硬碟分享 請問 您有沒有一個經驗就是 今天有人傳了一封Mail給你 說麻煩你喔 我們那個什麼什麼活動 那我有一個復健 放在裡面 那可能呢 隔了幾分鐘之後 又來了一封 他就告訴你 剛剛那上一封有誤 以這一封為主 好 我有修正過的 再隔個幾分鐘 又來了一封 抱歉 前兩封都不算 以這一封為主 哈哈哈哈 難免有時候會有錯誤對不對 對 那請問 這樣怎麼辦 你如果 是復健的 你就夾帶三次嘛 是不是浪費三次 郵件的空間 那如果你是雲端硬碟的 你怎麼做 把上一封 的那個雲端硬碟檔 刪掉 然後再上傳一個 這樣好嗎 有點麻煩耶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個這個東西 好不好 這裡 怎麼樣去管理 如果說您單純想要把它當作是一個硬碟來用的話 不要這麼客氣 因為它有這個功能 這個 也不是歷史紀錄 應該是 我看一下 這裡 我有一個 忘記了 就是 歷史檔案 還有一個叫那個管理 來 你看一下 比如說我在這邊 好了 假設我們取得共享 我找這個軟體的部分比較多 好 假設這個 我如果傳上來 平常我們是不是按右鍵 這裡取得共用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連結檔案 那你今天有新的檔案的時候 平常你就是在上傳一個 但是這樣有一個困擾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種情境 今天如果萬一他沒看到最後一封 那他就是不下載第二封或前面第一封 就會有這種情形 因為我們郵件有時候在它管理有時候 沒那麼方便 那所以呢 這裡其實有一個叫做管理版本 老師有沒有用過這個功能 沒有齁 用這個差別在哪裡 來您看一下 你看我按右鍵 管理版本 你有沒有發現到我有好幾個版本 對不對 今天如果我有新版本 我就直接從這裡上傳新版本就好了 可是呢 我給你的那個共用的網址 是同一個 所以今天我即使E-mail給你了 不管你下載第一個 下載第二個 下載第三個 都是同一個網址 所以你永遠都會下載最新版本 這樣您了解我意思嗎 除非他沒有下載 重新下載嘛 那就沒辦法 這樣有沒有問題 用這個是比較方便一點 第二個 有些時候 如果 舊愛還是最美 蛤 不是啊 因為三個版本的嘛 結果後來 上級只是 第一個才是最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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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版本 那你怎麼辦 你要回到過去怎麼辦 從這裡 這裡 是我要的有沒有 永久保存 然後呢你把這個新版本刪掉就好了 有沒有就可以回到過去了 你了解我意思 也就是說 我用這個 所謂的管理版本的功能 雲端一點 他一個比較大好就是 這個管理版本 不只可以管理新版本 舊版本 也可以留著 因為尤其是什麼 尤其是我們有時候是 需要這個討論的歷程 有時候那個文件修改歷程 我要回顧一下 以往各位的做法都是怎麼做 這檔案存一個 這個日期 0425 然後再一個 0426 對不對 我們大部分的做法都是這樣嘛 但是就是 最大麻煩就是 時間久了 那些東西是不是就 又佔空間 但是又不能刪 就麻煩 可是用這種方法 是不是就一個檔案 還是一個檔案 可是呢你可以從這個歷史紀錄裡面去找 好這裡去找 不過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您用的是 所謂的免費版的 也就是15G那個的 他預設舊版本是只保留30天喔 預設 除非你像我剛剛這樣就是告訴他 這個我要永久保存 就是免費版會有這個 這個 時間的這個部分 如果您本身是那個 就是像我現在用的這個是 教 就是學校網域的 他預設就是永久保存 預設就永久保存 所以不需要特別去處理 等於說他會 他還是會佔空間 可是呢 你在看的時候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我的那個歷程 這個是不管你是用一般的檔案 就有這樣的功能喔 也就是說 您不用是一定是Google文件 才有這個功能 就是一般的文件 你看我這是軟體嘛 也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您可以隨時回溯過去 這樣OK 所以如果您用的 我就是 雲端一點 我就是以分享檔案為主 那您可以考慮 用一下這個管理版本 可能在 讓人家在取得檔案的時候 相對比較不會找到錯的版本